我们来看达沃斯论坛 每年一度的瑞士世界经济高峰论坛 达沃斯论坛 总会吸引一大批经济大国领导人和商界领袖 那么今年的达沃斯论坛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没有与会 美国总统川普在那里发表了讲话 中国媒体说川普这次与会 形象大为不一样 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 我们就来看看达沃斯论坛 中国方面的反应 海涛你好 你好 许波 川普总统在达沃斯论坛发表了演讲 在中国引起了很多反响 我们注意到人民日报的一个海外版的公众微信号 叫侠客岛 他就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 题目就是特朗普你变了 为什么说特朗普变了 我一看这个题目 我就首先想提 因为中国的执政党也好 中国的媒体也好 他们对川普 他们叫特朗普 这个形象 这个观点并不是很好 我一看 以为川普又变坏了 结果仔细阅读他的内容 发现他认为川普变好了 为什么变好了呢 就是认为川普在去达沃斯论坛之前 他的所作所为都是给人一种 用侠客岛的话来说就是对天对地 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是到处批评 到处埋怨 到处抱怨 怨天忧人这么一个形象 那么通过他去达沃斯呢 一看他和各国领导的对话 他对大会上的讲话 他对以前那个对这个世界这个公平贸易的看法等等 就完全出乎于这个起码是侠客岛先生 或者是女士的这个想法 认为他在讲话也好 对各国态度也好 对媒体也好 哪怕重新回到这个巴黎协议也好 重新回到TPP也好 等等这些方面呢 显示出川普先生是一位 在侠客岛认为 川普先生是一位非常这个平和静人 满面春风的这么一位 形象非常这个好的这么一位领导人 和以前他们认为的川普是叛容两人 那么这一次中国官员出席达沃斯论坛的是刘鹤 对 这个刘鹤呢 他是习近平的一个主要经济智囊 也是一位助手 那么刘鹤这一次出席达沃斯论坛有什么重要性 另外 为什么这一次刘鹤在那发表讲话 让人海外媒体普遍认为 让他们想起了朱镕基 这怎么回事啊 因为这个高峰论坛呢 从中共高层来讲 一般都是很重要的人物 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有李鹏去过 朱镕基去过 温家宝去过 包括习近平去年他也去过 只不过是今年换成一个就是政治局委员 以前都是非常高层的领导人 那么刘鹤是个政治局委员 也是在19大刚当了政治局委员 那么他的身份呢 是一个中央 中共中央的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 那么这个级别呢 在这个中共历来参加 达沃斯论坛当中的领导人当中 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但是刘鹤 确实和什么马克龙 或者是德国总理默克 法国总理 还有这个美国总统 和他们来相提并论 所以呢 这个好多这个媒体 西方的媒体就认为 刘鹤实际上起到了 这个中基当年的样的作用 因为朱镕基在这个海外 这个媒体和政界当中 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形象 因为他支持中国这个加入这个WTO 通过一种中国让利让权的方法 让中国加入WTO 那么在海外对刘鹤来看 刘鹤呢 也是认为他是一个改革派 那那么他在美国学习了两次 曾在哈佛大学拿到这个硕士学位 所以海外普遍认为 就是刘鹤是一个 在经济上这个相对来说 改革开放开明派 那么在习近平呢 对外介绍的时候 也说刘鹤对西方媒体 对美国领导人介绍的时候 这个刘鹤这个人 是对我来说是很重要 所以从整体上来讲 还有消息说 在今年三月召开的两会上 刘鹤马上要当副总理 这个消息基本上是 比较这个可靠的 那么在种种迹象来看呢 中国特别是习近平 是要更加这个看重 重用刘鹤的 因为刘鹤不仅是他的这个 在北京101中学上中学的同学 而且是他刘鹤的父亲 和习仲勋都是关系都非常好 那么从种种迹象来看 刘鹤在这个十九大 这个习近平这下一届 这个执政当中 在经济角色 他会承担一个非常 这个相当重的 这么一个角色和作用 那刘鹤现在他对习近平这么重要 而且他又引起国外的普遍关注 那李克强怎么办呢 李克强毕竟还是中国总理 现在 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问题 那么在习近平的两任当中 李克强明显上是第二把手 他是国务院总理 他是政治局常委 但是实际上 在这个政治问题方面 大部分的主都是习近平来做的 他已经担任了好多小组组长 那么在经济方面 我相信就是说 他会更加的倚重这个刘鹤 因为刘鹤有很多的这个 就是有海外的这个关系 在中国的政治局层面 政治局常委层面 在海外留学的这个经历 经历的人是不是很多 而是很少 那么刘鹤是 李克强虽然是 也是管经济主杀经济 但是李克强没有在海外留学的经验 那么刘鹤有这一点 所以在很多的这个 政治经济大政方针方面 刘鹤是和习近平是一致的 我们先不说在政治层面 好的 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